加拿大电讯公司DistributeL近日在网络上发起 争取你的权利支持评价王费的签名请愿活动 在DistributeL制作的主题网页上用醒目的标题写着 争取能负担的网络价格 并鼓励大家签名支持 以敦促加拿大政府履行承诺 令本地相关大型电讯公司降低电信服务价格 而公众的意见也将直接通过电邮反馈给国会议员 及加拿大经济和创新部长商鹏飞 DistributeL也简单回顾了此次活动的缘起 加拿大广播电视与通讯委员会 也就是CRTC 原本宣布与本地大型电讯公司 联合大幅降低加拿大用户的上网费用 但却在上个月再次上调高昂的网络费用 CRTC曾于2016年对世界上八个富裕国家的 无线网定价进行调查与排名 调查发现加拿大几乎在所有类别中都排名第一或第二 虽然政府部门非盈利组织以及民众多年来都在呼吁 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电讯公司向民众让利 甚至采取了司法行动 但却收效甚微 直到2016年经过几年的研究 讨论咨询并举行公开听证会之后 CRTC要求加拿大三大电信巨头 Bell Rogers和Telus为地区性小型通讯公司提供更多便利 令他们能以批发价支付访问大型网络的费用 同时保持其独特的客户群 CRTC要求通讯公司给老年人低收入人群及很少使用移动设备的人 提供可负担得起的服务 但今年6月CRTC推翻了2016年的决定 认为大型电讯网络公司并未收取过高费用 而Bell和Telus均发表声明强调 他们早已向民众提供优良及负担得起的服务 Rogers公司则至今保持沉默 此外早在2020年9月 CRTC曾要求拥有宽带网络的通讯运营商 削减向小型电讯公司收取的入网费用 并退还2016年以来已经收取的2.25亿元高额费用 以降低消费者每月支付的手机费和互联网费用 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强调支持良性竞争 降低民众的移动通讯网络费用 商鹏飞曾表示 自由党政府2020年3月就要求三大电讯运营商 在两年内将消费者手机服务月费削减25% 如果到2022年3月还未达成目标 联邦政府将采取措施迫使其降价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